各位观众你好 我是代中人 欢迎您收看跟收听亚洲很想聊 台湾呢 那么很多朋友都来过 当然还有更多的朋友呢 他们期望到台湾来 今天我们节目呢 邀请了两位嘉宾 这两位嘉宾呢 分别都是来自中国大陆 不过呢 他们到台湾来之后呢 很显然的 对他们人生当中呢 有不同的新体验 在画面当中 您可以看到我们这两位嘉宾 一位是在美国现场的 陈宇正 陈老师 欢迎你宇正兄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主持人好 石板先生好 另外呢 您看到就是石板明夫先生 是台湾的 这个目前著名的主持人之一 不过呢 他是日本籍 但是呢 他在中国生活了非常长的一段时间 今天为什么邀请他们两位 上我们节目呢 我们节目一开始了 先来看看一段 我们陈老师 他如何痛恨台湾的影片 我们来看看这段影片 五年前 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 然后我就去了台湾 现在还有些人说 我口音有点台湾腔啊 挺感激那个机会的 因为如果我不去台湾的话 我就完全不知道台湾 还有其他地方 其他国家是怎么样的 当然我也很痛恨 这一次去了台湾 因为去了台湾之后 有时候对比你才知道 政府做了哪些东西 别人能做到的 你作为一个强大的国家 你却做不到 而且当你说出来 还不允许你说 你还不允许说 你却做不到 你会做不到 你却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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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一开始我也很诧异的是 台湾人民居然可以抗议政府 我完全颠簸了 我想你会不会做一个中国台湾省 但跟其他省份没有区别 我已经二十多岁了 所以接受这么多年的教育 中国台湾已经根深蒂固了 一开始的一段时间 我真的是处于一种懵逼的状态 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的游行 人们可以出来正在街上 我没有见过的二十多岁了 真的可能对台湾理想就停留在用 反底字台湾国语这种腔调什么的 更神奇的是 总统蔡总统蔡英文 你居然可以骂他 而且直呼其名 你可以骂马英九 你甚至可以罢免试着 待会我要坐的车呢 就是木槿花号 它时间多一半 但是它价格也便宜一半 通常我没事 我就会坐这辆车 好 这里就是首尔站 我每次等车都会坐到这个台阶上 很方便这边有充电的地方 再来就是我非常痛恨台湾的一点就是 你为什么给了我意识 台湾改变了我原本是小粉红的身份 改变了我被设定的身份 也为此惹上了麻烦 但我从来没有后悔 因为我不再是以前的那个子 我不是沉睡的大多数 我觉得人要活得有价值 其实蛮不容易的 真的挺不容易 因为有些都是你们可能体会不到 你们是可以的 但是我们说出来可能付出代价 这个很好奇 先请教这个陈老师 你在中国的时候 当时你的印象中台湾怎么样 他们怎么告诉你 你在台湾你受了这么大的震撼 到底是什么原因 我对于台湾的了解 一开始就是在中国的网路上 教科书上 觉得台湾就是祖国的一个一块宝岛 也不知道台湾跟我们有什么不一样 其实这一切的转变 都是我自己去了解到 我自己透过翻墙去看境外的网路 我才知道原来台湾是跟我们 不是一样的一个政治实体 他们的政治生态居然是可以 自己由人民选举出来一个国家主席 这样的一个领导人的存在 所以所有的都是我自行的去了解到的 我在中国国内的时候 跟书本上的这些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 都是我自己去发现的 你那时候来台湾的时候 你总不会一落地到台湾 就看到很多游行吧 也没有到很多 除非我自己就是去玩的时候 自愿的去了解周遭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然后我会想要去感受这样的一个 政治的一个生态 我自己会偶尔去发了这样的资讯 不过这最早可能有意识的 是不是这个石板熊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有意识的 我的时代刚才的小粉红 我是在1988年离开中国的 那个时候15岁 那么也就是说 那个时代其实还没有小粉红这个词 那个时候中国还是没有很没有自信的 那是改革开放期间嘛 就是说 而且呢中国就是说 中国的小粉红 当然我们是被洗脑教育 我们认为中国共产党是很搞不起的 中国是生活在中国是最幸福的 但是还没有很强烈的攻击性啊 跟现在小粉红翻墙过去 就是说我的好你的不对 我们当时还没有 当然也没有翻墙的手段啊 作为我来说呢 我觉得最重要的 我15岁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全家回日本嘛 我就是说我父亲是残留 就是战后的留在中国的日本人 那么就是说 回日本整个那个过程 那是15岁也是 开始了解这个社会的年代嘛 就是我们一开始在中国做了很多 就是说要搬家全家回日本的 比如说我父母的这个工作要辞掉啊 然后要有什么退休金啊 要户口要消掉 房子要处理掉等等 这所有的一连串事情 在中国只要涉及到有官员 就是有政府出面的 你都要请客送礼 然后一个漫长的等待 然后不停的通过关系 去问怎么样怎么样 做每一件事情 都是非常非常辛苦的 就是说你要 就是我父亲好像拿了很多的小礼物啊 去一直在去打点各方人嘛 就是只要有一个人 他有一点点权利 他就卡你嘛 因为我们全家那时候回日本 可能一些日本的一些小的礼物 他们都很想要嘛 这基本这是一个常态啊 但是说回到日本以后 那么我们正好一套相反嘛 要找房子 要上户口 要找学校 要找工作 这全套的东西 而且这个政府 比如说水啊电啊 这方面手续 基本一天都能够处理掉 就只是你拿去以后 就非常行政效率非常非常快 没有任何人去卡你 而且这些 这些人在那些中日本的政府官员里面 根本不是权利嘛 就是他是为你服务的 应该的 对对 只要你的手续合格的话 他就给你办嘛 而且是非常非常快的 就光凭这一点 就确实震惊到了 那我们从小一直受的教育 是中国怎么好 中国是邓小平怎么伟大 这个中国人民怎么幸福 但是光凭这件事就看到 完全不一样 也就是说就是刚才他讲的是一个是对权益的抗议啊 各方对权益的监督 当然这个理解到这个可能还要在生活相当长一段时间才能慢慢发现 但首先这个行政的效率这方面 而且就是说比如说在中国我们看到警察是一个很恐怕的 就是动不动这个警察会来抓你嘛 警察是抓人的 尽量的就是说很害怕警察 但是说到日本的话警察完全是我们到日本在刚到日本的时候和警察最多的接触就是问路嘛 只要是你路找不到路的话 你看到哪里有一个就是警察的那个日本叫公班啊 就是说公班啊就是警察办公的是一个小厅办事厅 你进去之后他会给你打开地图会给你打电话 甚至出来带你走 光凭这一点就说原来警察是可以这么不一样的 就光凭这一点就知道我在中国是被骗了嘛 这个我觉得是对我冲击最大的 不过陈老师你现在人是在美国 我知道前一段时间你曾经是在韩国待过 你为什么跑到韩国去啊 因为他们把我的银行卡全部冻结了 他们是谁对不起他们是谁 中国海南的公安国安局 他们把我的所有的银行账户除了微信支付宝没有 因为那里面没有钱 所以支付宝微信当时是没有被冻结的 他们冻结的全部是里面有存款的 哪怕是几千块钱以上的都冻结了 然后有几张卡是几百块的 他们就没有冻结 所以他们想尽办法想要迫使我回到中国 那时候我也想过这个最最恐怖的一个后路 就是因为在韩国我没有办法缴学费 因为我在那边读书嘛 所以我要缴学费才能维持我的身份 就是维持我在韩国的停留的资格 韩国不像欧美国家这样 如果你签证到齐 他们是要迫使你回国的 就遣返的 所以那时候他们就想到这个办法 其实还是很很有效果的 因为当时我确实感受到了迫切的威胁 因为我当时被冻结之后 我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要么就回中国接受审判 要么我就想办法申请其他国家的签证 那时候对于我来讲 申请其他国家签证几乎希望是渺茫的 因为所有的国家的旅行签证 入境政策全部都是关闭边境的 后来才在一个微小的时间点上 我发现美国还是允许可以持有效签证 还是可以去美国的 但那时候我又没有美国签证 然后也是只有美国的大使馆 还是正常营业的 可以接受你去申请签证 所以在一个机缘巧合之下 不过你刚刚提到的一个说 大不了你回到中国去接受审判 为什么 你为什么谈到审判这两个字 因为那个时候 我已经在取保候审阶段了 他们已经说 口头上说限制我出境 理由是什么 理由是因为我在中国境内 我当时在国内的时候 我从台湾回来之后 在中国住了差不多有超过五年时间 这五年时间我都有不断的去发声 不仅是在推特上 在中国的微信上 我都经常发表一些文章 然后在推特上面也发表一些针对 当时是中国疫情的特殊的时期 那时候我经常在推特上面批评中国的 不人性的批评的疫情的政策 包括像是网络的防火墙 我是非常讨厌的 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像台湾一样 言论自由 网络自由 所以我在推特上面也有教大家 鼓励大家去使用怎么样去使用翻墙软件 也有教大家去使用翻墙软件 可能综合这几些点 然后当局就是海南当地的海口的公安局 就找到了我 所以你在中国是有批评蔡英文的自由 但是没有批评你祖国的自由 应该是这样子吧 对 好的 我们来看看一段影片 这段影片挺有意思的 这是这个陈老师在美国说 这个接到的一段电话 我们一块来看看 我的手机刚刚一直接到一个来自中国的一个号码 然后我特地用百度去查了一下 是一个公安局的号码 我觉得我现在还是要接一下 我不知道发生什么状况 好像接通了 等一下 喂 喂 你好 请问你是哪位 你是不是成 对我是 请问你是哪一位 我给你打这个电话 那你应该知道我为什么找你了吧 我不知道啊 你是之前海南那一边的吗 还是干嘛的 我不知道 我是哪里的不重要 我只是负责给你传话的 我希望你配合 如果你不配合工作 我们就会上门对你进行执行 你要上门来强制执行 执行 你要强制执行上门抓我 你如果不配合我们的工作 我们就会上门强制执行你 所以我希望你配合 你上门执行去抓我 你怎么来抓我 你不配合工作 我们当然要抓你啊 我跟你讲 我跟你打 我跟你打这个电话 你应该知道 我为什么要跟你联系 我不知道 现在网络都是随名制的 你的一举一动都记录在我们的系统里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啊 你如果遵纪手法 我们谁会去抓你呢 那你怎么来抓我嘛 我刚问了 我先问你 你配合还是不配合 你来抓我 我想问你 不好意思 我想请问你怎么来抓我 怎么抓你 对啊 你如果这样继续不配合 你还是这样的消极的态度 这样无理的态度的话 我们就会强制执行逮捕你 这是法律赋予我们的权利的 我不管你在哪个角落 你只要今天还在中国人民共和国这个领土上 我们就可以有理由找得到你 所以我希望你想清楚啊 你要不要沟通 你们有没有搞错 法律赋予你们的权限 让你们去抓人民吗 我觉得你们啊 你都知道我的名字了 我也知道你们技术肯定很强的 这一段这个电话的这个访问 不是访问 这个对谈 让我想到那本书这个老大哥 我不知道这个石板兄 你成为是个媒体 在中国住一段时间 你现在看这个宇正兄 他这样这个郑宇兄 他非常被对待 这是一个恐吓的一个作法 对不对 中国的一贯的手段是这样 比如说我过去在中国的时候 经常遇到什么就是 别的记者都有记者证 只有我们报社没有 那我当然去抗议了 我就是要求的要嘛 他就说为什么不发给你 你自己知道 你自己好好想象理由 就是说这是中国一贯手 你就跟刚才也讲嘛 就是他不告诉你什么事 我打电话找你 你知道什么理由吗 他让你陷入一种恐惧的感觉了 就是说我觉得他们是一个方法 他们就是用这种 怎么说呢 暴力和谎言来治国 那么如果在谎言治国的话呢 能骗大多数人 但现在他谎言越来越不管用了 他就用这种威胁恐吓的方法 让大家不说话 当然说这个宇振兄呢 他是很顽强的 他也知道的时候 他可以对抗 但是我想 十之八九的一般的中国民众 受到这种恐吓之后 一定会配合嘛 一定会就是说 因为还怕被抓 我怕不愿意和国家权力为敌嘛 他们就是用这种方式 让大家不说话的 所以说我觉得当然说就是说 如果说完全是怎么说呢 不配合被他抓到以后呢 他们也会用非常用 涅造各种各样的证据 来走入司法程序 然后来杀鸡给猴看的方式 让大众都别人都不敢说话 所以说我觉得现在跑出来 在外面发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在国内是发生确实是很危险的事情 你刚提到说你们媒体没有记者证 为什么你们会没有记者证 没有采访证 没有就是就经常他们拿这个 拿任何的一点点小权力来卡你嘛 比如说今年要开兰会 或者今天开国庆什么大阅兵 那我们作为外国记者 当然去申请要去采访嘛 就去采访嘛 就是他给你一个采访证 或者一个记者证嘛 然后他就不给你嘛 他不给你 他也不告诉你 为什么不给你 就是发下来别人都有 就你没有嘛 然后你去问的话 他就各种方法 就是说你自己知道怎么回事 你好好想一想 然后他就逼你就犯 逼你不敢在文章之中 写任何有他批评他的字眼 他们一直用这种手段 在控制别人的眼光 我们刚刚看那段 这个公安跟这个 余正兄的这个对谈 像这个乔治欧威尔 1984里面提到这个老大哥 老大哥在观察你 不过跟老大哥有漏洞啊 他不知道他在美国啊 应该是不知道 对对对 他们的老大公 也有时经常犯一些 非常粗浅的这个错误啊 因为他们的各个系统 是互相的没有横向的交接的 就是说有的部门监视他 到美国什么都知道了 这个部门他知道 另外一个部门完全不知道 所以说他们会 就是靠监视人 其实是非常浪费各种社会资源的 他们会就是负责维稳的维安的部门 有很多很多 比如什么国家安全部 什么公安部 公安部里有国保大队和一般公安啊 还有什么就是说 比如说监视我们的 还有什么宣传 这个中央这个中共中央宣传部啊 什么国务院新闻办啊 外交部啊 北京市公安局啊 还有就是有无数的部门在监视你们 然后他们的信息是不是共通的 对 所以说 语政熊啊 刚才我好奇啊 就是你在这个视频当中 你先是这手机响了 然后你告诉大家说 你去查了一下 你去查了一下这个电话号码 什么原因啊 你去查这个电话号码 因为通常我们都看电话号 这个不明或不认识 要不去接吧 又不接吗 你为什么去想去查这个电话号码呢 他那一天打了不止一个电话 一直打过来 他當然不是連續的 他當天打了好多電話 當時打到電話 打了幾通之後 我就有去查那個 當時查了很久都沒有查到 然後我通過百度去查 就找到了這個號碼裡面頭 它是位於廣東省廣州市的一個公安局的一個號碼 而且當時我比較好奇的時候 打完這通電話之後 我自己想了一下 因為我有經常跟公安那邊打交道 海南那邊的 我覺得他們的辦事 方法是不一樣的 而且他有一個講話的口吻 以及他根本就不知道我在美國 我就感覺他有可能根本就不是公安去工作的一個人員 也有可能是公安外包給第三方公司去普遍的一個打這種恐嚇電話 我相信很多公安當時在白紙革命 他們有很多的工作 可能有網警各種去監控啊 然後他們可能外包給第三方公司發送像是一個地毯式的 對很多人都有這樣的一個恐嚇 就像剛剛石板先生講的那樣起到一個殺雞儆猴的一個作用 對 它並沒有完全的去查實我這個人的很多信息啊 只是有一個電話的一個口頭警告就能起到一個很大的作用 我聽說這個中國在很多其他海外國家設立他們這個臨時的這個公安局啊 你在美國你會有擔心啊 會不會怕 那我在這邊有聽到這個消息 當時還是有一點後怕的 但是呢 其實老實講我有沒有做什麼 我覺得他們不值得來關注我 那我現在在YouTube開創了自己的頻道叫陳老師來的 我也是時常分析分享中國的一些時事 就中國的時事這種社會的亂象去發表一個我個人的見解 以及我非常的討厭中國小粉紅這樣的一個邏輯 我覺得它是完全帶壞了整個中國的這個社會 我覺得我主要是針對這個領域 其實有些領域像什麼中國的政治啊 包括領導人這一塊 其實老實講有些東西我只能說我知道放在心裡就好了 我也不太 即便我今天到了美國我也不敢說太多 就像你剛剛說的在海外還有很多中國的公安局啊 所以因此我也更不敢講太多 因為我家 我老家裡面有很多親朋好友啊 但老實說我現在很低調的 只是很淺誠的講一些 譬如說講小粉紅這些東西 確實他們沒有再受到這種騷擾 你過去是所謂的小粉紅之一啦 你現在你認為你還紅嗎 沒有太小粉紅 只是沒有到完全還是像台灣人那樣 還完全沒有到那個程度 或多或少對中國這塊土地還是有點感情的 但是跟政治無關 政治我是非常討厭那邊的政治 可能我喜歡中國的美食啊 中國的傳統文化啊 包括我的家人都在生活在那邊土地上 至少對我來說還是有一份在文化上有一層連結在那邊 所以說當然這我認為也不算是小粉紅的特質啊 所以我有情感在 你前後在台灣待多長時間啊 四個月 待了四個月 好 你待了四個月你覺得差不多以你這個同儕 就是台灣跟你年紀相仿的這個年輕人 那麼跟大陸的年輕人差別在哪裡 他們會很有自己的主見 會很有自己的想法 然後對於政治也有自己的見解 那我在台灣生活那期間也沒有說經常跟他們聊政治這一塊的 當然政治這一塊他們有自己的見解 主要有很多方面我都覺得它跟大陸是不一樣的 那很多台灣年輕人他們畢業了之後 他們很有自己的想法 可能去出國去像是去澳洲啊 就是什麼打工度假 然後會有人生的第一桶金 然後我覺得他們想法就是跟大陸完全不一樣 大陸人大多數人可能都在國內去有自己的一個想法 可能甚至有些人都沒有出過審 那對我來說兩岸年輕人在某種程度上 我認為台灣年輕人有更高的眼界 他們會他們見過的市民也會比大陸的年輕人啊 網友啊小粉紅的見解要多得多 今天這個在我們現場 這個矢板兄這個你算是外國朋友 你可能可以中一點看 你覺得兩岸年輕人差別是什麼 我覺得怎麼說我們先講小粉紅這一塊 這個所謂的網路小粉紅我認為分三種啊 第一個呢其實大部分是中國的既得權利 就是說特權階級的第二代第三代了 就是他們父母基本上都是賺到一點錢 也許是這個小鎮在鄉下 但是也是在共產黨體制的一個受惠者嘛 就是得到好處的人嘛 他們的第二代第三代 然後上網覺得自己的生活方式很好 覺得就是說中國共產黨的統治方式 能使自己的家庭更幸福 所以說任何批評聲音他們跳起來反擊 這些人我認為是一部分 另外一部分呢就是說網路評論員 所謂的就是真正的五毛黨啊 中國政府僱的 那麼其實很多是監獄裡的犯人嘛 就是說讓你們寫評論嘛 然後就是寫一條給你多少錢嘛 當然現在已經不止五毛了 已經長得更高了 這些人大概有可能有幾十萬人 或者就是在不停的工作各個省都有 那這些人呢他們是拿錢辦事嘛 然後就是複製嘛 然後寫的寫多少條是掙薪水的 所以說他們會就是說 你不管你根本沒辦法跟他說理嘛 他掙薪水 所以你說什麼他就罵回去 說什麼就罵回去嘛 然後第三種其實現在是機器人啊 那機器人的話現在越做越高明的 他會根據你的主題他來反駁你嘛 然後你要跟他開始吵架的話 那你是很吃虧的 因為對方是機器人嘛 所以說這種三塊 但是台灣的首先台灣的機器人沒有嘛 那麼台灣的就是說 當然說台灣的現在 南綠兩個陣營都有很多支持者 也會在網上罵來罵去嘛 但是我覺得這是一個 雖然他們用的語言是比較粗糙的 但是說畢竟我認為也是屬於言論自由的一部分嘛 我覺得跟跟中國的完全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台灣有網軍啊 台灣的網軍 當然說這網軍就有點像中國的五毛黨嘛 拿錢辦事嘛 對不對 所以說這個怎麼說呢 這種事情的話 其實在現在民主社會是很難禁止掉的嘛 就是台灣網軍我理解的大部分是 選舉之前就越來越多嘛 一些候選人為了給自己造勢 就會說出很多支持他的聲音 和很多人就是說 批評這個候選人他們會反擊回去嘛 但是我覺得這種網軍的話 其實就是說如果符合法律 符合選舉法方面的話 這是也是沒有辦法的 不是台灣大概我們這個不管對藍綠的陣營的網軍 因為我們大家可以公開的這個批判 甚至強烈的批判 在中國可能不見得是如此 因為想請教這個余政雄啊 你現在在這個YouTube做你的這個頻道啊 所以想必有很多當時跟你一樣 現在還是這個小粉紅的這個朋友 他們常常怎麼樣 在網路上圍毆你嗎 其實相較於大多數就是我的聲音 這種小粉紅的聲音是比較少的 除非我主動的在後台去查 去搜尋這樣的話 也有比較少 占少數 他們大多就覺得我是被台灣民進黨政府收買了 甚至說我收了美國人的錢 老實講我如果收民進黨的錢 我真的想像蔡英文總統 我想說你能不能給我頒發一個台灣簽證 讓我現在飛去台灣 還甚至有人質疑我說我是台灣人反串的 因為我真的很喜歡台灣 所以我經常會用台灣槍去錄節目 那大家就覺得你就是台灣人反串 老實講我現在很想去台灣 我是一個台灣人的話 我怎麼可能回不了台灣呢 我就是沒有台灣簽證嘛 在我們這個節目現場 有一位這個中文講的 比我更標準的石板明副先生 還有一個台灣槍已經幾乎要超越我的 這個鄭宇正雄 這個很特別今天在這個現場 因為自媒體也算是媒體的一部分 所以我們三位今天正好都是媒體人 不過我們兩位這個比他們算是有在組織單位裡面做事情 不過我很好奇像你們單位在這個北京設據點 你們應該是長期被監控的對不對 當然當然 那你們從事工作的時候 你比如說你從日本派派你到那邊工作 你們要不要是不是特別的保險啊什麼的 那當然有上保險啊 有上保險是一個 另外一個我知道 我的手機24小時被監聽 經常有出現什麼情況呢 比如說兩會期間 我打電話去約就是 全國各地的人大代表到北京嘛 然後那個時候還是胡錦濤時代 還比較寬鬆的時代呢 就是我到各地採訪認識的這些人大代表 他們到北京啊 有時候他們會主動來電話說 我們到北京一起吃個飯 然後就約好了嘛 然後到吃飯的大概一個小時前就會來電話說 今天突然有事來不了了 如果一件兩件就不覺得奇怪 可能連續十天都會拒絕 就知道我們的對話被當局偷聽 當局不願意的人大代表見外國記者 事先打電話告訴你不許去 就是這樣啊 那我就知道啊 我電話完全被監聽了 你的家人是在當時你工作 所以你家人是在這個大陸還是 我家人就有一半 一多半是跟我在一起的 後來他們就離開了 我一個人也住過幾年 這基本上我在十年的時候 就是是24小時被監聽的 而且就是很多的時候 比如說我住在旅館裡面的 我出去採訪住在旅館裡 我的房間一定有攝像頭 這就絕對是百分之一 就是我去過多少次的 就是說我去訂房間 他告訴我沒房間啊 然後呢 我在我在大廳裡面 去打電話去找別的旅館的時候 別人信到的就找到房間了 然後後來我問他們怎麼回事 他們說是沒有適合你的房間 連攝像頭都沒裝好 對對對 不是所有房間都有攝像頭 那也很貴的當時 所以說一定要有攝像頭的房間 這樣到我在北京就是 我每次回日本真的 每次下飛機的時候 全身就馬上會非常非常放鬆 好像做完按摩一樣的感覺 因為在北京永遠有在神經 永遠被監視被盯的時候 到北到日本以後 回到日本就知道 現在沒人在看著我了 我可以放心了 就是我覺得這種緊張確實是 不光是我 基本上所有的 這個外國記者都是一樣 我想台灣記者應該也差不多 有沒有因為有人用攝像頭看你 特別練練六塊雞 也都沒有 對 開玩笑 雨鎮說你在美國 你現在是單獨一個人 還是你家人有在哪裡 我一個人 一個人 你的家人現在都在海南嗎 沒有 我家人是在安徽的 海南只是我上大學的地方 OK 那你安徽的家人有跟你聯絡嗎 告訴你說不要這樣子啊 有沒有 有 他們怎麼說 他們覺得要安定一點比較 對 希望我就不要太過多的關心政治 你又不能決定什麼 對不對 大多就不要講太多 當然我有慢慢的聽他們的 所以我現在其實做的節目 其實根本也沒有像別人講政治層面的 我都講一些基層的社會民生的問題 中國的社會亂象啊 小粉紅啊 對於習大大 我不敢發表任何言論 就只能說即便我在美國 還是覺得哇 好偉大 對對對 你家人之所以叫你安靜一點的原因 是因為他們有被告知或告誡什麼嗎 以前有 就是我在韓國的時候 當時就被媒體採訪 我當時不知道 在韓國的NTD嘛 我不知道他是像新唐人大紀元 我以為沒有什麼事 然後他也是韓國人去拍的 我以為是韓國當地的節目 我播出來了 我在上面講的內容 也就是針對我的案件講 並沒有講什麼甚至沒有講到習大大名 也沒有講到共產黨怎麼樣 其實我就是講我自己的遭遇 結果他們就大張旗鼓的幾輛警車開到我們村裡 然後把我們家裡面 村裡面的人所有都找了一遍 然後把我爺爺奶奶叫出來去問話 然後又在其他村的我的姑姑家也去調查了 然後遠在安徽合肥的我的叔主 他們的單位公司裡面也被打電話叫了 然後我就覺得莫名其妙 對 然後就是因為這樣的一個關係 我不希望我的好友啊身邊的人受我的影響 去有太多的不必要的麻煩 那現在我就比較安分一點 那我就不講那些深層次的東西 我講小粉紅總可以了吧 所以我現在的評論基本上就針對這些亂象 一些網友的一些針對他們做一個評論 是 最後想請教這個 今天我們在現場的這個矢板兄 矢板兄你目前為止有受到小粉紅的這個騷擾嗎 沒有就是說基本上我的發的每一篇 這個我在YouTube上的每一篇文 這個每個每一段這個講話 或者是我的發表每篇文章 下面一定會有很多小粉紅過來 來騷擾來就是批評來罵人 但是所以這種已經是比較習慣了嘛 就是說我覺得如果它是一個理性溝通 就是說它你可以有任何的觀點 但是說你有邏輯的 你信憑契合溝通那我會和你溝通 但如果你有用罵人的方式 我就會把你刪掉嘛 這種事情我覺得怎麼說呢 我覺得是難以避免的嘛 既然要發生的話一定會傷害到 就是侵犯到某些人的他們的權 他們認為是自己舒適的地方 所以他們會反擊嘛 所以這點我覺得還好 這個施暖兄因為他這個 目前他的這個分析是非常非常精闢的 所以他待會還要趕到別的地方接受訪問 好我們來看看一段影片 這是這個陳宇鎮陳老師 他跟這個小粉紅怼的一段影片 我們一看來看看好不好 幾天前呢中國發生了白質革命 大家也知道很多人都接受到 中國公安的恐嚇來電 但包括陳老師在內也不例外 所以我將這支影片放到了YouTube上 卻引來很多簡體中文用戶的評論說 太假了 那其中就有網友表示 這個口音太台灣了 還有主播後面有尿 很顯然是個懶人 是個沒素質的人 台灣人竟然都喜歡這種玩意兒 取消訂閱 沒什麼好看的 沒什麼好看的 你還在看 我不知道你是真的取消訂閱 下次又跑回來說 啊太假了太假了 然後他前面說 主播後面有尿 老師說我一直沒有理解 我一直去翻看我的影片 才發現影片後面有一杯 警察同志 我馬上刪 因為我在上海時 哇我好怕 我趕緊去刪 行不 別來抓了 他說有一杯尿 OK 這是一杯尿嗎 那我就驗證給你看 他不是尿可以喝的 啊 這就是ASMR 然後 但是我現在想到一個問題 會不會很多小粉紅就認定 他就是尿了 然後在下一期節目 或者是之後再留言說 陳老師在 陳老師在YouTube上公然喝尿 中國網紅回嗆小粉紅 直播喝尿 這種人什麼玩意兒 台灣人居然喜歡這種玩意兒 這下真的洗不白了 陳老師這一次真的洗不白了 大家也不要去亂傳謠 包括一些媒體朋友 這不是尿啊 我都喝了好幾口了 我相信一個正常人應該不會喝尿吧 綠茶 他確實還真的有點像尿 你不說我還真不知道 一說還真的嚇一跳 你們小粉原來是有這樣的認知 原來尿是可以放到你的床的旁邊 哇 只有小粉你才有這樣的認知 所以你才會講出這樣的話 兩個台灣人在演戲演得真好 大陸警察普通話不會這麼爛 更不會這種語氣講話 編的劇本太假 兩個台灣人的獨白 還以為有什麼驚喜的很無聊 那你幹嘛看 我們大陸不會說了啦哦 真假的 我特別喜歡陳老師那個節目 太好看了 你不加拉那就變調了 也有拉 然後他又接著說 這明顯是兩個台灣人一台戲 為什麼是兩個台灣人 因為陳老師也是台灣人了 這種垃圾不配做中國人 這種垃圾不配做中國人 那我是台灣人了 然後是因為我不配做中國人 所以你的大腦裡面概念裡 台灣跟中國就是不一樣的 所以陳老師現在是台灣人了 哦 不配做中國人 好吧好吧 原來你的意思就是 台灣人不配做中國人 你這不是間接台獨嗎 下一則 這是台灣槍 假的視頻吧 不是中國口音 台灣槍不是中國口音 那你們不一直說 台灣是中國的嗎 中國台灣槍 啊中國台灣口音 怎麼你這邊說 這是台灣槍 假的視頻吧 不是中國口音 我們家這邊說話 也沒有說話這麼機車的 所以我說話很機車嗎 所以我說話很機車嗎 我跟這個警察說話很機車嗎 沒有吧 你可以說我這樣 因為我喜歡講台灣槍 沒有那麼多阿歐巴 而且警察大部分都是 普通話很標準的北京槍 你這個就進車探 你問一下大陸人 大陸人都知道 你在公安工作 不一定要很標準的普通話 甚至你還說北京槍 我這一輩子在中國待這麼久 也沒見過順便有幾個 講北京槍的 大陸朋友們互相留言傳遞一下 看到很多中國網友都說 口音是台灣口音 所以可以斷定這又是台灣人的無差別抹黑 請轉發和留言 讓更多人知道 不要相信 也不要點開看 抵制抹黑 拒絕台獨媒體 下一則 從來沒聽過這麼台灣槍的警察 哈哈哈哈 這是中國台灣警察移民到中國大陸了嗎 笑死了 低能兒才會相信這是中國警察吧 我真的笑死了 台灣警察移民到中國大陸了 那不是一個國家怎麼叫移民 用詞都不當 所以你們內心你都欠揭的 就知道台灣跟中國不一樣 一個有人選一個沒有嘛 對不對 所以說兩國之間叫移民 你這個詞用的其實挺好的 還說笑死了 低能兒才會相信這是中國警察吧 台灣警察就不是中國警察 所以你的概念裡面 還是把中國跟台灣分開看嘛 所以說白了 其實大家都知道這個現實狀況 兩國就是不一樣的 然後又有網友表示太假了 我聽了一下就沒聽了 那你還看什麼看 主要是博主自己普通話都沒練好 就出來冒充中國人 很明顯他就是台灣口音 我多次講了 我說我很喜歡台灣 我也表明過 我講的就是台灣槍 什麼叫很明顯 他就是台灣口音 好這是這個宇政雄在這個回覆 他的這個網友這個粉絲的這個對話 你平均一天要要這個接收 要接收多少這個小粉紅的這個訊息啊 相對於台灣觀眾來說 其實這樣的留言是佔少數 所以我有時候會去後台看 然後往下滑一直滑在下面才會看得到 因為他們大多數會用一些比較貶低的詞彙 像YouTube他的系統會判定為垃圾訊息 一般都是排在最底下的 只要我把那個留言一直往下滑 大多數就是小粉紅的留言 OK 對 對 你當時到台灣來的時候 我知道讓你這個跟過去的想法是不太一樣 不過你在台灣跟了哪些個朋友接觸 或者什麼樣類型的朋友接觸呢 我在台灣大多數接觸的還是學校裡面的 就是我會經常去教會 學校裡面的教會 那我在真理大學我們學校有個校牧師 就在學校裡面會有我們很多同學都是基督徒 我們放學的話就會去那邊聚會 然後晚上我們一起在那邊就餐 然後一起在那邊學習聖經 然後我們去做一個自己的分享 所以大多時間我都是在學校裡面的校牧師去度過的 在台灣這四個月 有沒有跟其他行業甚至包括政治界的朋友見過面 有嗎 比較少 相對於我在台灣在學校裡面的生活比較少 大多數我去接觸像政治這個層面的 也是我自己通過發了一些網路上的資訊 我去參加一些活動 然後更多的還是一些社會性的活動 像是我參加了像是什麼中華 中華什麼來的 我忘記了 還有一個台灣志願者協會 然後就是幫助然後就是跟他們有一個營隊活動 然後很多一般是有一半的台灣學生一半的外籍學生 外籍學生裡面有很多大陸學生 香港學生澳門學生馬來西亞新加坡學生 然後我們會有一個營隊一起去交流 一樣一半 台灣一半 外籍一半 然後促進我們的交流 當時我記得印象深刻的就是去了台南 然後幫一個老人去幫他翻那個樓上的瓦 然後我們這些學生就去幫他們 更新整個那個比較舊的房子上面的那個瓦力 然後把它搬下來換下新的 然後又去了另外一個是在南投還是哪裡 然後去幫那個當地的農夫他們一起割那個麥子 然後我就感覺特別的就是特別的有意義 參加了比較多的是社會性的活動比較多 然後也在這個交換的過程中 也得到了很多不一樣的資訊 包括政治層面的 然後我們學校當時有組織各種各樣的活動 然後我們又去接觸那個像是台灣家庭的這樣一個活動 然後我也跟他們有更多的在兩岸之間政治上的一個交流 反正就是各種各樣的層面在台灣就是你都可以接觸到 不管是政治啊 社會啊 生活啊 人文啊 宗教啊 在比大陸得到的資訊要多的多的多 也沒有任何的限制 甚至宗教都在學校裡面都可以接觸得到 這個是在大陸在中國生活這麼多年是沒有辦法接觸到的 一直到今天中國大陸的學校裡面不可能有宗教團體的存在 您剛剛提到說您是基督教徒 您是在中國受洗的還是在台灣受洗 我是在中國大學的時候開始在那邊接觸的 那時候還沒有信仰 到了台灣之後才慢慢的開始去信仰 然後每天都會去參加聚會 同樣的宗教活動就基督教宗教活動在中國跟在台灣有不一樣嗎 還是有不一樣還是有很大的不一樣 在中國的話首先人數上是非常少的 在台灣的話基本上班上很多同學都是有信仰 但是在大陸你基本上一個學校裡面都沒有幾個人會去信仰 基督教 伊斯蘭教 佛教幾乎沒有 像我在台灣的時候宗教信仰是非常普遍的 在我們班上像是基督教天主教比較多 然後儒教徒也比較多 然後其次甚至還有佛教徒 就是我一個好朋友我跟他出去吃飯 第一次跟他出去吃飯我就很驚訝 我當時買了一塊雞排 然後也幫他買了一份 那他不吃 然後我問他為什麼不吃雞排 他說我信佛教所以不能吃肉類的 所以我覺得他們信仰還是蠻虔誠的 他打扮其實跟我們也是一樣穿這種很平常的衣服 然後另外一個佛教徒他就跟他也是不一樣的 他也是佛教徒 他就是完全的是一個女生 就是穿那種灰色的衣服 然後每天上學的時候都穿灰色的衣服 我就覺得台灣就非常一個多元的文化 包括像宗教這一塊這一類型 也是豐富五彩繽紛 我覺得還是蠻震驚到我 我在大陸沒有見過這樣的一個場面 在我小時候 我的小時候當時也曾經有很多政治的宣傳 當時的政治宣傳之一是說中國的人 人民是啃樹根的吃香蕉皮的 我不知道 當然後來我們知道大陸有些狀況 跟我們當時所接受的宣傳也會不太一樣 我想請教陳老師的就是 您在台灣的這段時間跟台灣的朋友接觸的時候 你覺得台灣的朋友台灣人了解中國嗎 我覺得還是有認知上的差異的 我私下交流的很多台灣人他們並不會這麼認同 真的有些人就覺得大陸很多城市都很發達 上海經濟確實發展得很好 他們並沒有像大陸的那種片面的去宣傳 就有種像是那個製造對立仇恨宣傳 甚至我認識一些台灣同學說大陸很棒啊 就是講經濟確實很棒啊 我們罵的是你們的政策啊 政治很爛啊 然後甚至有些同學說大陸強國嘛 我們都說不是我們現在講這個防火牆的牆 牆壁的牆 他就用的是強大的牆 因為你們天天講你們很強大 那我們就叫你強國人 所以他們並沒有像網路上大陸這邊片面的資訊 因為說的那樣台灣年輕人都不了解大陸 認為大陸都很落後很窮 其實並不是這樣 我說他們不了解很多跟我因為長期的分離 兩岸之間的政治的分離 其實互相都有一些不了解 但是他們還是比較客觀的 你覺得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嗎 我覺得台灣是不是中國的一部分 其實它有很多方面的論證 你如果說今天把台灣想把那個中國 把它等同於中華民國的話 從法律的定義上 那中華民國如果能夠代表中國 那台灣是中華民國的一部分 是中國的一部分 但可是中華民國現在連中國大陸都不承認 有些小朋友就來質疑 那台灣是不是中華民國的 我說是 那中華民國簡稱是不是中國 我就是 那台灣不就是中國的嗎 那我說你先去讓你主子 你讓你的主人 你讓中國大陸政府 讓中國當局去承認中華民國 你們自己都否認這個中國過去的歷史 你讓我怎麼去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呢 所以說它是有一個多層的角度 如果你今天承認中華民國的主權代表中國的話 那台灣作為中華民國的一部分 它就屬於中華民國 可是我們現在知道連共產黨 它都不承認中華民國 小鳳所以有時候來問這個問題 我就希望他們自己去了解這段歷史 然後他們有些小鳳了解到這段歷史 就覺得非常的打臉 然後經常就沒有了下文 對 所以我在節目裡面經常 就把他們小鳳的這樣的留言拿出來 一個一個的跟他們去講解 一個一個的去急迫 然後有些小鳳就到現在 有些小鳳就慢慢的覺得我講的其實也有道理 當然比較少數的也有少數的幾個被我反洗腦成功了 覺得以前非常討厭我 但是現在看我講講節目就挺有道理的 所以有些大陸的朋友現在也越來越多的喜歡看我的節目 我聽得懂你的語言 不過我好像也覺得說你的回答有點在這個閃避 我這樣問好了 請教你 你覺得兩岸是一家人嗎 任何一個問題它沒有個絕對的回答 您告訴您的觀點就好了 對 我覺得任何一個問題它是沒有一個絕對的一個答案 所以說這也是很正常的 那如果說你今天像我這樣的中國人 那台灣人是非常喜歡我的 非常支持我的 看我的評論非常的 98%的人都是台灣人支持我的 那作為我這樣友善的代表友好的中國人也是有 但老實說確實很少 那這樣的一個抱著一個互相評論尊重的一個態度去的話 那兩岸就是一家人 對於我這樣的中國人 不能說你說所有的中國人 那對於我這樣的一個部分的話 我們確實是一家人 很多人甚至都非常的歡迎 期待我天天說 陳老師什麼時候來台灣什麼時候來台灣 那其實這麼講 他們就是把我當做一家人了 但是不是一家人的部分就是絕大多數 像現在劍拔怒張什麼留島不留人 你覺得這樣的人能作為同胞嗎 你能承認他是你的一家人嗎 很顯然一家人都不是 而且陌路人更不是 陌路人都不會說要把你變成他的一部分 恐怖情人 這不就是簡直是恐怖情人 所以說連路人都不算 因為他是敵人 所以說你要講兩岸是一家人嗎 這個答案基本上來說絕大多數的回答應該不是 其實簡而言之就是敵人 好 我想聽您個人的這個選擇 就是你自己覺得如果有一天 在中國他以統一的這個名義發動的戰爭 你覺得大陸的年輕人會支持嗎 我覺得大多數人都是會支持的 畢竟大多數人都是被洗腦的 他們認為大一統祖國的面積變大 領土變大 他們就覺得是好的 對他個人也是有利的 其實我覺得對我來講領土變大 你的口包你的口袋裡面的紅包 會變得越來越古馬不見得 只是他們接收了太多的這樣的一個資訊 認為國家領土多了一塊 就會變得越來越強大 對 我覺得大多數人是會支持的 那你會支持嗎 我是不會支持的 OK 那你覺得有沒有可能改變大陸年輕人的看法 覺得不應該發動戰爭呢 即使用統一的名義 這個就要看中國的社會未來的一些變革 未來的一些變化 比如說像近些年的疫情 就其實也有一部分 不能說所有的中國人 絕大多數還是沉睡的 但是因為疫情的一些政策 確實有一部分的一小部分的人覺醒了 他們認為政府在這個過程當中 有很多不人道 不人性化的操作 所以這些人他慢慢的就會因為 中國政策的一個決策過程中產生的一些誤差 就會讓這些人覺醒 那未來 那我就不確定 未來如果中國有些發生類似的變革 類似的一些變化 確實也有可能讓一些人慢慢的喚醒 但這個一切都是不確定的 前一陣子發生了這個白紙革命 你剛才也提到了 那白紙革命我們看到了 它突然間的這個出現 但很快的又這個沒有了 你認為這個白紙革命 只是瞬間的一個激情 還是你覺得真的在這個年輕人當中 其實已經埋下了一個種子 同時有可能在未來會擴大 並且成為下一次的顏色革命的一個溫床呢 你覺得 我覺得很有可能 因為其實大多數人都是慢慢的有一些覺醒的 他們就像我剛剛說了 因為疫情這些年 其實有很多人都有這樣比較反抗的心理 只是大多數人不敢 但一旦就像你剛剛講的一個星星之火 一旦它燎原了 很多人都聚集在一起 他們就少了那些恐懼 因為人多力量大 他們就會勇敢的站在一起 所以說未來的話 就是可能也需要一個什麼樣的一個 什麼樣的一個星星之火把它點亮 它還是可能會再次出現 對 好 因為即使是在中國 我們也看到了這個中國的政府 它也強調這個以人民為主嘛 也強調它自己是一個民主的這個政體 但我想你到台灣來之後 大概你可以不但是嗅到也觀察到 同時也體會到什麼是真正的這個民主的這個生活 所以你個人會鼓勵大陸的年輕朋友多到台灣來看看嗎 我是非常建議大陸人去台灣看看的 因為你現在沒去過台灣 你知道的台灣就是什麼西瓜視頻 《今日頭條》 《微博》上的台灣 那都是錯的 那都是假的 那都是給你刻畫出來台灣的刻板印象 真的瞭解一個地方 不管是去台灣還是去日本去美國 你真的要自己以親身的感受 切身實地的去到了那個地方 你才能更加的瞭解真實的一個現象是什麼樣的 所以我非常鼓励大陸的年轻人 你去看一看台湾 不要整天在网络上去叫嚣 我曾经看过一段访问 这个访问的对象 是在澳洲留学的中国留学生 当时在谈话当中 他面对西方媒体记者访问的时候 他觉得以现在的中国而言 能够过上好日子 经济能够改善所得 能够增加才是重要的 因此是不是所谓的民主 倒不是重要的问题 你同意这样的观点 同时这样的观点 会不会是大陆很多人 包括年轻人所共同主张的呢 大部分人他的确是这样主张的 因为这其实不是他们主张的 而是政府主张的 政府利用资讯站 利用舆论去引导他们往这边想 所以大部分的年轻人 的确是这么想的 政府让他们这么想的 他们认为经济带来的红利 比民主什么更有大 但其实我们看周边的国家 他们也民主化了 他们经济也在发展 亚洲四小龙 我们就不讲台湾 我们讲亚洲四小龙 其他的国家 韩国 台湾 香港 当然香港现在逐渐的在退化 新加坡 新加坡也不太算民主国家 那韩国 它已经是发达国家了 它也是民主国家 那它在发展的过程中 也有民主的这个问题 但是他们享受到民主的这个过程中 没有说因为他们民主化了 然后经济倒退 并没有啊 人家韩国有经济倒退吗 没有啊 他们是民主国家 所以说这个民主跟 民主跟这个经济 它并不是一个冲突的一个选项 只是说大陆的政府宣导让他们 哎 民主了 中国会乱 中国14亿权 都会乱的 民主就会让乱了 因为你想这个 他想那个 他这么讲 好像也有点道理 但是老实讲 现在正在听广播的这些年轻人 中国小峰 全世界有乱吗 除了中国以外 那当然有人讲朝鲜 除了这几个国家以外 都是民主化的一个浪潮 所有人都是民主国家 请问这个世界乱了吗 哪里乱了 其实很简单的一个逻辑的问题 你只要放眼去看世界 这个世界就是一个民主的一个潮流 请问乱了吗 没有乱 而且有时候的确我们会看到一些乱 但是它是民主社会的必然的一个阶段 它必然要经历这些 因为每个人都要去表达自己的诉求 那政府在这个决策过程中 他就有很多的考量 这是很正常的 那当然他们认为的那个乱 在中国的乱会认为 打砸抢烧啊 因为中国过去形容这个民主 它就像一些打砸抢烧这样的乱 其实并不是乱 我们今天上街了 我们只是抗议政府 我们抗议 它并不是一种乱 中国人不适合民主生活 这个或者现在还不适合民主生活 其实这过去 台湾也有类似的这个声浪 不是你现在在美国 或是之前你在韩国的时候 你曾经跟来自中国的朋友有辩论吗 因为台湾的这个成为一个标杆 有曾经辩论过这样的问题吗 就中国到底适不适合有民主生活 这个我在中国境内的时候 就跟很多人私下聊过 中国适不适合民主 很多人就说 中国人多不太适合民主 华人不适合民主 但是这个其实跟人种 跟中国人没有任何的 在文化上面没有任何的关系 那我们中国人为什么不适合民主呢 你们不天天讲台湾人也是中国人吗 那同样作为华人 作为汉人的台湾 那他们怎么就可以民主 很多人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除此之外还有新加坡啊 除此之外我们还有香港啊 香港也是民主的 当然现在的香港已经不民主 当年他们也是民主的 你能不承认香港 他不是华人吗 不是中国人吗 为什么他们也是中国人 他们也可以过民主的生活 所以讲这些其实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只是政府希望让你知道 我们中国人不适合民主 在台湾有个广告叫做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 不过其实今天看到陈老师 我倒真的愿意鼓励所谓的小粉红的这个朋友们 还是比较比较 比较一下台湾再比较一下中国 更欢迎所有的朋友到台湾来经历一下 能够待多长就待多长 好好的在台湾 领略一下在这边的朋友们 他们所过的生活 他们的这个想法 你会发现台湾跟中国真的有很大很大的这个不同 我想这个比较未必一定会造成伤害 但是应该会跟于正雄一样 开始有不同的这个人生的这个体验 我们也祝福在美国的于正雄一切顺心如意 也跟您说声新年快乐 同时也跟所有在线上的朋友们说声 心存愉快和家平安 我是代中人 希望您锁定我们频道 我们下次再会 谢谢余大兄 谢谢 谢谢主持人 谢谢观众 拜拜